我觉得转向个人积权的领导模式 有这些造势是很自然的 一点都不奇怪 我看了一下这个改革 将改革进行到底 这个宣传片的前三集 有两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这个片子 第一次比较明显地 强调了形势的严峻 同时突出了所谓江湖时代的负面遗产 特别是有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 他在谈到制和的时候 里面点出来了九龙治水 我们都知道九龙治水跟河没关系 但他至少把这个 集体领导制的问题点出来了 第二点就是我的体会感觉是 这个片子在尽量地强调 这个习近平的正确选择和个人作用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 好像有一些个误解 什么误解呢 就他们觉得似乎是从 集体领导走向个人集权是一种政治上的倒退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领导模式 本来都是专制政权的两种不同的面目 可能在集体领导之下 这个政治集权和管控有松有紧 但是这两者并不存在倒退和进步的区别 两者都是一样的 是同一个制度的两个面 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那么官场上现在和民间是两股风 民间还是欢迎反腐的 但官场上普遍的对反腐咬牙切齿 巴不得老王立刻垮掉 因为老王垮了 反腐收场了 那么各级官员就可以重新回到那个 吃喝嫖赌的幸福生活 这是他们所盼望的 因此所有对习王不利的言论 现在在官场上都是最受欢迎的